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会不会再叫 好,我们终于讲完 这个Renaissance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我们现在就正式看看 巴洛克时期音乐风格的特色 巴洛克的音乐 其实是承接着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不过 去到巴洛克时期 就令它变得更加丰富 巴洛克的意思 巴洛克时期本身就是指 一些珠宝 珠宝 很漂亮的 很华丽的 的装饰 巴洛克的音乐 就是承接着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令它更加丰富 更加 多姿多彩 一般来说 我们就会把巴洛克时期 就定在1685 到1750 这两个年份之间 因为这两个年份 就是巴洛克的 出生和死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是 惯常用巴洛克的时间 来代表巴洛克呢 因为巴洛克 在音乐中做了 很大的贡献 所以巴洛克也被称为 音乐之父 father of music 有什么贡献呢 主要第一个贡献 很重要的 就是它将中世纪和 平日复兴时期 当时用的八种调色 把它归纳为两种 这两种分别 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调 和小调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major minor system 又或者我们 也都会所说的 tonality 调整 而它第二个 很重大的贡献呢 就是 推行了这个 十二平均音率 well tempered 那是什么来的呢 那 在巴洛克之前 音乐 琴键上面 你们看到有十二个音 C、C弦、D、D弦 原来在巴洛克之前 C弦和D弦 是不同的音 是相差一点的 音准 因为音高 但是去到巴洛克 它就将这两个音 为了方便制造乐器 所以令到C弦和D弦 都变成同一个音 那它定了就算数了 它一日做过很多试验 例如它曾经作过 两套的well tempered clavier 这两套的作品 就是里面都有二十四首歌的 而这二十四首歌呢 就分别由二十四个well tempered 的调来写成 包括就是有C Major C Minor C Short Major C Short Minor D Major D Minor 如此类推 那同学 不如我们听下巴洛克里手的well tempered clavier 你可以直接打它的名字 在网上搜尋 又或者你都可以 按进去 这一首歌曲 拿到那里去看看 那里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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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